什么你胳膊断了 我胳膊本就断了 胳膊本就断了 车撞了 我一直到医院去治 那你现在是要什么东西 我现在就是第一个 就是 就是我不是 2018年5月3号 这个我到这个 6点 我到这个长途抵医院治病了 是吧 这个我胳膊被这个 三轮车车车车车 被三轮车刮摔倒了 摔断了这个事 这个就治疗 然后我到他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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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急诊 按号窗口挂 挂号 他让我到这个 他到这个护台 说要要要要 要先等个护诊 我到护台呢 护男护工 护男和护女护士 他俩都说你 说你要到这个 啊 护处 就是挂 挂窗户 挂了号 拿了病例 我们前面跟你护车 他们就来回来 我刚走的时候 他那一个 护台那个男的 就是急诊 护台男的 就跟那女的护士 就说说是政治化 上面让 一路排害 说那个 他们不给他挂 就是说 那个挂号 不给他挂号 我听清楚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 以前坐一回 坐一回第二次 我一个数码 想去打开 我就再到那个 他这个长途医院 这个急诊 这个爱护窗户 再挂号 问他 我说为什么 你不够挂号 我挂号 你让我去到 护台混产 护台混产 他说你先挂号 再混产 你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他让我找护台 我找护台 就去跟护台说了 跟那个护台 那个护男 跟那个护士就说 说了 我跟他们说这个道理 你为什么不够挂 为什么不够挂号 为什么是来回地推 你这个挂号窗户 说这个你长途医院挂号窗户 爱我窗户 让我找护台 护台让我找这个混产 你听我跟你说 你都跟我说 然后这个 我在跟他们追问他 那个就是为什么 第一个你不够挂号 来回地推 你医院的这个医务人员 第二个 你医务人员 为什么要说 说我是正确 这个上面 我就跟他这个 说让他们给打呼 你嘛 那个护警就不愿意了 他就在那个 那个大厅的 就进入大厅的 护警就赶紧过来 我刚刚说他就过来了 过来说 你叫我什么 我就跟这个情况一说 他也听说是 我说了他正确话 不过挂号这个事 他更能还来 你帮我出去 你不要再说话声音大 我说你声音比我声音还大 你当时我有说码相机打开的 在有这个 有这个 有录影录像的 你他也用这个 这个 你那个制画仪是吧 到护警 那制画仪 他也打开的 全能录影录像的 我你制画仪的 我有 我都正常地跟他反映 你为什么 你护警 你那不怨我弃 他就然后跟我说 他就是要给我 带到派所里去 就给我朝外提 我然后说 你不要给我带派所里 你们这个全制画权 我打110 我两次打110 110才接警 然后算带派所里 然后你去的是吧 然后你去的 你去的 当时我给这个情况 都跟你说了 我都 也有录影录像的 就前面一段 你给我弄这个 我让你这个 警号给我看一段 明明录上 后面两段 全部忘了 然后我那个情况 就跟你说了 就是这个情况 第一个 我要给我明白 后来他把我拖出 三个人 四个人 硬把我踢出去的 我本身胳膊就断了 他硬把我踢出去 但没转我胳膊 也没有什么感觉 他就把我踢出去了 我本身就在断的 然后我就跟他 你来了 我就跟你说 你就说这个 你有什么情况 我说第一个 为什么医院呢 要医护人员 不过挂号 长州医院 而且他医护人员说 公开的说 是政治化 上面让医疗排害他的 上面要医疗排害他 第二个 第二个 这个为什么 这个 第二个为什么 就是这个 他这个护警 他们这个 不让医疗 要给我带派手来去 他没有自罚权 第二个 他给我对往外推 你们不是排害我吗 是不是呢 然后我就跟你说了 大量我受排 二十多年来受中共 江泽民集团 对我进行 邪恶恐怖排害 脑红排害 在脑红区中 对我进行 公开将会排 摩擦大的证据 包括95年 环境农民互联 到97年时候 打击报 97年被江泽民批示 老农家长 三年多下没空 安慰这保护老教所 老教三年两个多月 2008月份失望 以后一直到现在 17年多了 就中午公安 郭保 一边就是 每天是 每天脑红排害我 在同步 以党和政府的名义 安排通知 这个地方那个 那个中共的党员干部 公务员 流氓地痞 群众 对我进行公开将会 派抹杀 就大量的 那个 对那个群国作证的 我都给你举了几个例子 我都算花了 国际就网纜就130多个了 这些对我派的证据 那个 你叫 我现在就是说跟你 你是叫吕千荣 对 双国吕千荣的钱 关中的 我是想问一下你 今天到派出所那边 我昨天都来了 我第一个 欢迎你 你这个 你们为什么 长州医院的 因为大量的情况 大量的医院证据出来了 都是国安 国宝 你们一边控制我脑子 在通知安排 脑红群的都已经公开这样拍的 通知都是国宝派通知的 都派出所国宝 或者是 你去公安机关的国宝通知的 大量全国作证 我在那里就大量证据 都视频证据 都画在过YouTube网上的 这个 这个我问你 为什么这个 你们派出所来不通知 国宝不通知 他长州医院 为什么不过挂号 都不过字 不过挂 第二个 我要去问 我对人为什么不过挂号 我跟他们交涉 你们护警 派出所护警 为什么不愿意 我正常的跟人交涉 你为什么 不愿意 给我 要给我逮到派出所 然后我自己报警的 然后这个 后来给我推出去 你到这里你去了 我这个情况都跟你说了 这个事 我现在追问这两个事 你今天到派出所来 是要问你做什么 要你报案回职 你们这个事怎么处理 报案回职 对 就是报案回职 你们第二个 你们护警啊 直接跟说法 医院的 你们那个藏的医院 跟你所有的大量的群众 给我做证据 也都是你们所属的 就你们这个派所通知的 让他 先过拍 就来拍我的 不然人家 不为什么不给我挂号 第二个你护警就现场 我跟他交涉的时候 你们护警现场就不愿我意 我正常的交涉 你说我说声音大了 来 你们全程录音的 你们全程录音 我让你了 你用自华仪全程录音 你给晃出来 是我声音大 什么的护警声音大 是我在 是我在事的影响了 人家正常办公室 是人家护警来 正常录音来拍我 你晃出来 我当时就跟你 接警的时候 让你 我让你宣传 换个话 自华仪 让他们群众 当时那么多群 都给 都给做证 我口碑一段 让世界做证 看看是你不能护警 你拍我 听我讲完好吗 你讲 首先一个 你到医院挂号这块 你觉得医院这块 挂号这边 手续上面 或者程序上面的问题 你可以向他们医院里面反应 我是在向医院反应 你既然做报警 你要来开出 报警回职 我等会 我开给你 对 关键是我在跟医院的交涉 你们胡锦 当时就不愿我意 说我声音说大了 他们声音都跟我吼的 说我声音说大 我正常跟人交涉 你们有志华仪 穿着录音录像 你也都跟我说了 都传承录音录像的 我上班下的拍子 才是传承录音录像的 包括你 你执法的时候 也都开着执法仪 我也上班下 也都在拍子的 传承录音录像出来 是愿我 还是你们胡锦 在拍我 我在跟着正常交涉 你们胡锦 为什么说我声音大 来的就不愿我意 然后就要给我 从来就要带着拍子 带着拍子锁离 然后就要 又给我拖出去 我左鸿骨骨折的 四个胡锦 就把我头外推 那现在你们 你是要来开报案会 你怎么处理 哪个什么处理 你胡锦为什么呀 你告诉我 我正常的跟医院交涉 你胡锦为什么不愿意 你说了啊 我们府警在那边的职责 是维持医院的正常的 一个医疗秩序 那我给你 那你医院里 他害人 他不能跟他正常交涉 还用啊 那你可以向他们医院里面 我正在反应吗 我正在跟他 不是跟他反应 你要去他们协调办里面反应 我跟他医院里在反应 我 怎么办 他护士 这个 他这个 艾奥窗 我跟那个 火台来未退 我不要问他 我不应该问他 我问你为什么来未退 你不过挂号 你为什么说 我是这样的话 上面这样 我不能问他 你这个东西你有录音吗 我有啊 录音录上 我有啊 你也有啊 医生护士讲理事 你有啊 你有啊 你医生护士讲理事 你发了 他讲的是我当时没录音啊 我不能去 一去就给人录音了 我不能那样的 第二次才录音了 他说了就我在录音了 我也不跟你 我不能什么事就 到医院的致命 你要开报警 回职 我把报警 对对 你把报警开报 开报警 这个事我要追了 你们大量的拍下我的证据 我一上百万字的控制材料 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给我摸杀 我在长州站住 八年就二十多次了 金融材摸杀 我就二十多次了 我 ra �로 小味 啦 doctor 可以 你 ei 我不 Ell 我不 没有 你 我 weil 我 最后 我早就发现你是缝绝掉了没有 鸡肉